《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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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這麼… 就從小到大 其實台灣就是有這些植物 但我們都沒有認真的 停下腳步去看看他們 所以我覺得 這對我來說還滿有意義的 我們藉此認識了很多台灣的植物 然後才發現原來台灣有那麼多蕨類 有那麼多在台灣本地的植物 其實台灣植物對台灣人來說 可能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植物 它可能是從小就是陪伴你的一個 有文化情感的連結的產物這樣子 我是小猴 我是小猴 我們主要是做工人的角色 複著藍色塑形跟柴皮 然後做植物主要的結構的部分 嗨 我是小愛 我現在主要是在做就是觀察身邊植物之後 再去發想它的結構 我們主要是用植物為靈感 擷取生活中一些台灣在地的植物 然後應用剪裁塑形染色等技法 然後創作出各種可以讓大家親近 配戴在身邊的飾品跟配件 天馬行空的張祥愛 加上做事認真踏實的李彥淑 兩人一拍即合 從毫無交集的同事變成最佳拍檔 但其實他們會踏入皮革的世界 算是一個生命中的小意外 對 我們本來是在百貨公司做成列的同事 然後我們是因為一起去上皮件課 才會有一起成立一個品牌的想法 就是我們有的時候是有一方比較快 有一方比較慢 然後有的時候我在急的事情 可能它反而比較慢 可是我覺得這些事情是 就是它是可以達到一個平衡吧 就是應該好好享受當下 就是不應該就是有的時候為了 眼前有什麼 有什麼比較多的好處 然後就去選擇那一條路 就是可以互相提醒對方 個性南緣北徹的兩人 在創作上反而成為了彼此的最佳戰友 聊到皮革最重要的植物 兩人不約而同地表示 自己最喜歡的植物就是蕨類 蕨類 我最喜歡蕨類 因為台灣有700多種蕨類 然後其實有很多變化可以去做設計跟發想這樣 而且剪蕨類的時候會有很開心的感覺 剪那個就是弧度 那個弧度的時候會可以挑戰自己的感覺 說起來輕鬆 但其實剪蕨類的過程十分繁雜 從剪裁然後染色接著抽染 之後還要防水和塑形 等全部都乾了之後才能開始組裝它的結構 它的那個理念我蠻喜歡的 它就是覺得因為它是 它可以在逆境中生長都不會死掉 然後就是可以很堅強 它就可以讓大家可以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有勇氣這樣 不管在任何逆境依舊勇敢生長 這句話讓我蠻喜歡的 就是它的意義 裡面這邊這個蕨類是蕨蕨 然後它的特性是它會長了很多枯葉 變成它的營養葉 然後像它最近在種說看能不能種起來 然後還有像這個是多肉珊瑚 珊瑚大旗 對 這個長得很歪七扭八的感覺 我覺得也很有那個它自己的生態 很有個性 然後這個是最近就是 市集活動的時候買的 然後它叫彈簧草 然後它是如果它沒有曬太陽的時候 它的這個 它這個植物就會變直直的 有曬太陽的話就會Q起來 最後這個是銅錢草 這個的話一般就是 大家會覺得它是雜草的一種 然後它其實就是它的銅錢 是因為它的葉子是這樣圓圓的 然後我們也有拿來做創作 做成一串一串的環一樣 然後這邊還會有一些有的 我們現在在做的像這個 這個就是台灣卵樹的塑果跟葉子 對 然後會搭配 這個是用三片板型 然後再下去塑形成這樣 染色完之後等桿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立體的形狀 然後把它做成像碰碰的 我們已經都活到這麼大的歲數 沒有 沒有 我們都已經 都已經這麼 就從小到大 其實台灣就是有這些植物 但我們都沒有認真的 停下腳步去看看它們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還滿有意義的 我們藉此認識了很多台灣的植物 然後才發現原來台灣有那麼多蕨類 它是台灣本地的植物 其實台灣植物對台灣人來說 可能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植物 它可能是從小就是陪伴你的一個 有文化情感的連結的產物 當作品和土地產生連結之後 藝術又賦予了創作本身更高的含義 我們在創造作品 同時也在表現我們生長的土地 而情感就是一切的來源 就是它其實可以對照出你的內心吧 因為雖然說 好像我們一直在強調台灣植物 但是我們最大 最大想要告訴大家就是 你可以藉由一個東西 然後去反觀到自己 然後讓自己就是有一個出口這樣子 像我們在山上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清理掉一些東西出去這樣子 相對你自己也可以去找一件 自己真的很喜歡的事情 然後它同樣也可以關照你自己的內心 然後佩戴我們的視頻的最大的想要傳達的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清靜自然這樣 那幾乎都是這樣 我女士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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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士的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